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日灣區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臺灣強陣後遇陣不斷 至少8人死亡66人失蹤 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兩年預算案 化解政府關門危機 全球最擁堵城市 洛杉磯連續第六年排第一 就金山第五 紅包變身金魚 好寓意 喜迎中國新年 接著帶您來關注 臺灣花蓮本週一深夜發生了強陣之後 又持續發生了大約200多次餘震 這場地震目前已經造成至少8人死亡 一聲轟然巨響 眼前的大樓瞬間倒塌 嚇壞了開車的民眾 天搖地動 店家的商品也被震得散落一地 從空中鳥看倒塌的大樓 景象觸目驚心 由於餘震不斷 大樓持續傾斜 隨時可能倒塌 大批救援人員趕往災區 冒險進入倒塌的建築物內 希望能救出受困的生還者 站一下就跑出去看 就跑出去 踏出兩步就倒 目前這場地震已經造成至少8人死亡 260人受傷 還有66人處於失聯狀態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與行政院長賴清德 週三上午趕往災區視察 盡全力來搶救 那我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 可以收救到我們在受困的人的機會 蔡英文並以個人名義捐出新台幣100萬元 呼籲各界獻出愛心 共同幫助災民度過難關 新唐人記者戴斯斌綜合報導 帶您來關注眾所矚目的 美國聯邦政府預算案的最新進展 週三 聯邦預算案終於露出曙光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宣布 兩黨已經達成協商 將共同推出一個 長達兩年的預算案 以化解政府關門危機 新的預算案將在未來兩年增加 3000億美元的軍事及非國防開支 其中約有1600億博給國防部 另外約1280億用於非國防項目 此外 新預算還同時增加超過800億美元的救災款項 白宮也對參院終於達成預算案 表示歡迎 接下來 這項預算案還需要由眾議院表決通過 不過 眾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 卻以為夢想生爭取解決方案為由 從上午10點開始展開馬拉松式的冗長發言 試圖阻撓撓眾院對預算案的表決 此外 白宮也希望 預算案能將邊境安全同時納入考量 至於預算案過關後 川普是否會簽署 桑德斯表示 還要等川普看到法案的內容之後才能確定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韓國平昌冬奧會即將於本週五登場 而朝鮮方面今天宣布 將會派出金正恩的妹妹出席冬奧會開幕式 不過 美國提醒各國要緊防朝鮮的統戰宣傳 美國也計劃對朝鮮提出更新一輪的經濟制裁 金與正作為朝鮮金氏獨裁家族的成員 是金正恩的重要宣傳工具 去年被金正恩委以重任 出任朝鮮勞動黨高官 然而金與正卻在美國制裁朝鮮的名單之上 同時受到美國和聯合國的雙重制裁 這次前往韓國出席冬奧 明顯帶有挑戰國際制裁的意味 還有外界分析認為金與正出席冬奧 也可能與川普女兒伊萬卡出席冬奧有關 針對近來朝鮮頻頻在冬奧問題上大作文章 美國提醒國際社會警惕朝鮮共產政權的統戰宣傳 彭斯表示 美國將再次推出新的制裁措施 加大力度對朝鮮施壓 彭斯同時強調 針對朝核問題 美國不排除在必要時採取軍事行動 新唐人記者 喬安綜合報導 2月7日 撞死美國展覽球聯盟球星 印第安娜小馬對埃德溫捷克遜的 威地馬拉非法移民薩瓦拉接受了首次正式庭審 聯邦檢察官對其提出了重罪指控 關於此次 酒後無證駕駛導致兩人死亡 威地馬拉非法移民薩瓦拉在出審法庭上被控四項重罪 2月4日 沒有駕照的非法移民薩瓦拉開著皮卡 衝向停靠在印第安娜波利斯70號洲際公路旁的一輛共享車 和站在車外的兩人 當時 54歲的司機傑弗瑞門羅正在幫助身體不適的 印第安娜波利斯小馬隊後衛埃德溫捷克遜 嫌犯薩瓦拉的血液測試結果中 酒精含量超過印第安那州法律規定的兩倍以上 根據移民於海關執法局記錄 37歲的薩瓦拉在加州和印第安那州都曾被逮捕和有輕罪定罪 並於2007和2009年兩次被遣返 平時她使用假身份活動 除了正在面臨的指控 薩瓦拉被移民法庭已遣返後再次非法入境判處10年的監獄徒刑 目前保護邊境結束臉市移民取消綠卡抽籤 是川普政府移民改革的優先事項 秦唐人電視李蘭綜合報導 接著來看今天的財經素描 洛杉磯時報母公司Trunk宣布 將洛杉磯時報賣給華裔富商黃新祥 售價5億美元外加9000萬美元債務 黃新祥是美國最富有的醫師 目前身價高達78億美元 美國能源部指出 美國的原油與天然氣產量持續增加 在去年秋天 美國原油出口量已經超過每天200萬桶 預計到2022年 美國將成為能源淨出口國 投資銀行高盛指出 大多數的加密貨幣都將走向失敗 價值崩跌到零 重現1990年代的網絡泡沫 今年1月 全球加密貨幣的總市值崩跌了66% 剩下2760億美元 根據旅遊網站TripAdvisor調查 國際遊客認為 全球最浪漫的旅館是巴黎的蘇克酒店 蘇克酒店是五星級酒店 但只有20間客房 每晚要價380美元起價 根據一份最新的調查報告 去年全球前十大交通最擁堵城市中 有四個在美國 其中洛杉磯是連續第六年排名第一 舊金山排第五 來看詳細內容 交通數據公司ENRIX2月6日 發布全球交通寄分卡年度報告 排序2017年全球38個國家 1360個城市的交通堵塞情形 其中加州洛杉磯第六度位居榜首 據ENRIX統計 洛杉磯的司機去年被堵在路上的時間 平均為102個小時 整體堵車時速僅9.9英里 紐約 舊金山 亞特蘭大分別居全球第三名 第五名 以及第十名交通最擁堵城市 舊金山去年平均每位司機被堵了79個小時 總體堵車時速為10.5英里 交通高峰時段擁堵的比例為21% 根據ENRIX整體調查結果 2017年 美國是全球發達國家中最為擁堵的國家 在早上6點至9點 即下午3點到6點的交通高峰時段 全美司機被堵在路上的年平均時間為41小時 新唐人記者李淑健綜合報導 2018年加州全保的登記已經結束 統計數據顯示 今年的投保人數比去年下降了2% 而加州全保的平均收費 2019年預計會大幅增加30% 加州全保表示 截至1月31日 約有150萬加州居民登記申請 相比2017年小幅下降了2% 加州全保是奧巴馬健保的加州版本 今年已是第五年開放申請 自從實行以來 保費連年上漲 2018年上漲了12.5% 最近4年來保費合計上漲了33.9% 而加州全保方面預計 2019年的保費還將大幅增加 漲幅高達30% 加州全保首席執行長 Peter Lee表示 健保漲價的原因之一 是從今年開始 保險公司要支付保險稅 導致成本上漲 總統川普誓言推翻奧巴馬健保 並廢除了強制要求民眾 購買保險的法律 目前加州大部分地區 僅有7家保險公司 與加州全保合作 部分地區僅有2家 新唐記者林肖然綜合報導 紅包變身金魚 好寓意喜迎中國新年 週三 灣區新希望華人癌症關懷基金會 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手工折制活動 把紅包變身為金魚 寓意年年有餘 送出吉祥和希望 來看報導 在手工老師的指導下 學員手中一個個紅包 變身成一條條金魚 寓意年年有餘 這樣的紅包送給晚輩 既生動有趣 又體現了長輩的心意 農曆新年即將來臨 那紅包都是大家最喜歡的 所以我們用紅包的寓意 是說年年有餘 做成一條魚 這些學員大多是癌症患者 醫生表示 其自身和家人都面臨著沉重的壓力 在做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也可以是一個 紓壓的方式 因為大家透過在折 你專注在這個上面 我們會忘卻很多煩惱 今天有文會是個很有趣 我們特別安排出來 讓癌友或義工 來分享他們生活上的經驗 新希望癌症基金會 既於給癌友及家庭 送出希望和支持而成立 在灣區 支持近500個癌友和家庭 因為其實我們基金會存在的目的 就是服務灣區的華人癌友 跟他們的家庭 因為癌友在知道 癌癌的時候 一下子生活會引起重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義工 是有經驗的 然後而且我們提供各項的服務 陪著癌友度過這個生命的關卡 為了幫助癌友康復 新希望開設很多課程 如書法班 手工藝 美食等 課堂不僅分享知識 也分享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和勉勵 很多癌友因此得到康復 回歸家庭和工作 新潭記者景亞蘭 宇伟 灣區苗必達採訪報導 在灣區 汽車被砸財務被盜的現象履禁佈置 日前 有舊金山市議員提出 要警察對日益嚴重的砸車問題負起責任 並要求警局定期舉行聽證會 在灣區生活 車窗十二被砸 已經成為民眾頭疼的問題 2月6號舉行的市議會上 舊金山第二選區新任議員斯蒂芬妮表示 他將提出法案 要求警察對履禁不止的砸車問題負責 同時要求定期舉行聽證會 匯報偵破情況 根據舊金山警察局公布的數字 2017年 有關汽車被砸案件超過3萬起 平均每天85起 比2016年上升了24% 而破案率僅有2% 2011年到2017年期間 在8萬1千多起網絡報案報告中 僅有13名嫌犯被逮捕 民眾表示 通常警察收到報告後 只是記下受害人的信息和車輛信息 最後往往不了了之 新唐記者林肖然綜合報導 週三早間 東灣奧克蘭一處機動車管理局突發漏水事故 導致辦公職場大面積淹水全天停止運營 警方表示 事故是由小偷入市盜竊而引起的 對於到東灣奧克蘭車管局DNV辦理業務的民眾來說 週三7日或許是個令人沮喪的一天 這所位於奧克蘭體育館附近的DNV 7日早間突然發生漏水事故 水流沖破屋頂倾泻到地面 DNV雇員表示 早上7點28分左右打開辦公室大門時 發現辦公區域一片汪洋 檢察人員發現漏水是由於屋頂一處水管破裂導致 而奧克蘭警方經過初步調查發現 水管破裂是因為有竊賊拒斷了一段銅管所引發的 銅管價值僅50美元 而DNV則需要花費數萬美元進行維修 為了清理禁水 奧克蘭體育館DNV7日全天關閉 新台人記者李淑健綜合報導 展示軍威震懾中俄 川普將恢復閱兵式 美國媒體報導 川普總統在1月中旬時 就向美軍高層下達了命令 要在今年舉行一場盛大的閱兵式 行事比照去年他所參加的法國國慶閱兵 時隔27年之後 正值朝核危機與敘利亞形勢持續緊張之際 美國將再次舉行閱兵式 此舉釋放出了多重信息令外界玩味 戰機飛過凱旋門 陸軍沿著香榭麗射大道整齊步操 去年7月法國國慶閱兵 川普總統和美國三軍聯合編隊受邀參加 浩蕩軍威給川普總統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國華盛頓郵報2月6號引述軍方消息說 川普總統1月18號對美軍高層下令 要求舉行一場法國式的閱兵 目前軍方最高層正在籌備 美國自二戰以後很少閱兵 除了偶爾在總統就職典禮閱兵外 其他閱兵幾乎都與戰爭砍旋有關 上一次閱兵是在1991年 慶祝美國在海灣戰爭中勝利 本次破例閱兵 美國軍方期望日期設定在11月11號 即使美國退伍軍人節也是一戰結束100週年 釋放多重信息 這次閱兵也被視為向中俄展示實力 中共近年加大軍事擴張 在台海與南海加大了軍備部署和軍演 去年還多次突破第一島鏈進入西太平洋 俄羅斯則在中東北極擴張 還在遠東加強軍備 對抗美國在朝鮮半島的軍事威懾 中俄朝更借軍事恫嚇大打文攻武嚇的心理戰 迫使區域內的民主政體接受統戰滲透 分化美國亞太同盟的基礎 這個時候閱兵也是展現美國的實力和決心 就是面對這些威脅不退縮 共產黨國家在和你打交道的時候 它只看重兩件事 第一是你的實力 第二是你運用這種實力的決心 指歌為伍 美國2018年國防預算大增12% 提高到7000億美元 擴編軍隊 改善軍備 加強訓練 川普還希望2019年的預算再增7% 美國軍事力量壯大 對破壞國際秩序的共產政權和威權政府 構成強大威懾 新唐人記者林蘭 紐約報導 接著來看今天的灣區簡訊 本週六十號聖塔克拉拉縣教育辦公室 將舉辦一項名為 《進入教學領域 矽谷公立學校機會》的活動 希望吸引有學士學位或正在攻讀學士學位的人 以及有興趣教課的商業專業人士 這一活動將幫助潛在的教師 了解教師認證過程 教師補償 福利和退休等資訊 上一次活動吸引了數百人參加 招聘到了50名全職教師 當地學區教師一直短缺 2000年 加州的教師認證資格約為7.7萬人 但在2015年僅為1.5萬人 而當年需要22000名教師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在2017年第四季度出現了創紀錄的虧損 並且摩托蘇瑞的交付時間表沒有任何改善 2017年的第四季度 特斯拉收入為33億美元 比2016年同期多了10億美元 但仍虧損6.75億美元 高於華爾街分析師的預期 另外 入門級的摩托蘇瑞的生產依然沒有改善 每周生產5000輛的目標 已經從去年12月底推遲到今年6月底 而等待交付的客戶已經超過45萬人 新台人記者于伟綜合報導 史上最強火箭首飛成功 太空跑車傳回圖像 週二下午 被譽為是現役世界最強運載火箭的獵鷹重型火箭首次發射獲得成功 他將一輛紅色的特斯拉跑車送入了太空 星期二下午3點45分 在現場觀眾的歡呼聲中 美國SpaceX公司的 獵鷹重型火箭27台發動機同時點燃 高達70米的火箭從佛羅里達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的發射台上同空而起 火箭升空後2分33秒 助推火箭分離 3分07秒12級分離 發射後7分58秒 兩枚助推火箭同時垂直著陸 成功地降落在發射場附近的陸地回收地點返回地面 火箭搭載的是一輛紅色特斯拉敞篷跑車 駕駛座上還放了一個穿著宇航服的假人 在成功進入太空軌道之後 這輛特斯拉跑車已經開始向地面傳回太空圖像 SpaceX公司表示 這輛太空跑車的最終目的地是火星 新唐人記者李博文綜合報導 2月6日晚 神韵北美藝術團在騰塔基州 李氏滿市的首場演出票房爆滿 主辦方不得不臨時開放更多座位 滿足觀眾需求 騰塔基州前任州長也慕名前來 他盛讚神韵是美妙的視覺饗宴 Paul Patton曾任肯塔基州州長 擔任過該州的高等教育委員會主席 也是派克維爾大學的榮譽校長 他盛讚神韵是美好的視覺饗宴 女人都很順暢 可以走得很滑 他們都很順暢 Patton精彩於二胡的豐富表現力 唱歌很美麗 那兩弦的音樂 比我還以為它更強烈 肯塔基州教會理事會主席 Kent Gilbert 特別感動於神韵 用藝術傳遞信仰內涵 唱歌是很興奮的 很美麗 看到傳統的舞蹈 但美麗的色彩和音樂 非常超級美麗 俄羅斯和傳統的中國舞蹈 都共有很多民族的意思 社會的價值 和祝福的價值 都在所有的文化 我認為所有的文化有 深深的靈魂的中心 對嗎 我認為所有人都會 深深的靈魂和靈魂 是在我們藝術的動作 我們都在裡面 我們都在同一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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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平衡和祝福 新唐人美中記者站 美國肯塔基州 理事滿市採訪報導 新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MING PAO CANADA